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 二我的是佛佛池 你好我是克隆 我是Zoe 那我们这一季啊 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集了 那我们想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都很就是感谢大家的每一个称赞跟指教 那主要是今天是来回答大家 在IG上面问我们的问题啦 对那第一个我们先来问 就是很多人问问关于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是 对我们是怎么认识彼此的 我们的爱情故事说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 讲全部嘛 对啊 其实我们我们可以短板的啦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QA就 我们的YouTube影片里面就有提到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那我们认识的其实是在Tinder上面认识的 是 对那我们划到彼此跟彼此match之后呢 我们就决定出去约会 对 这样子 那当然大家可能想要听到中间好笑的故事 就是因为当初 我们两个都因为 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 去到现实生活中 就是找 比如说去认识人 对 所以我都用Tinder去认识人 对 那约会很多次 我其实遇到过非常多的 很荒谬的渣男 这样子 对那可能或是罪翁之一 不再久的这些男 他可能想要的目的 跟我是不想要 不一样的 对那 柯隆的话呢 他的出现那时候 我滑到他的时候 我只觉得说 就是哇 这个人也太帅了吧 就是 怎么可能像 这不可能是真的 我觉得他是假账号 就是他是机器人假账号 就是太帅 而且看起来就是不会是 逼捕吧 对 不会有可能会再出现在Tinder上 因为不是说Tinder上面都是丑 八怪 而是我说就是他 他po的照片 是他那时候当艺人手拍的那种 明星写真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 怎么会有人在 Tinder上面贴这种照片 这样的 这样的portfolio 这样的字界 这样子我就滑 然后一滑就match了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 这样子 很妙哦 你可以在那看你那一part 怎么滑到我的 哦 就是因为当下的时候 就是反正在台湾 有几件事情 对对我来说 是比较难遇到的 第一个是 衣服的调色 呃 就不是说红色的衣服 通常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看到 但是这一位是 单纯在他的 好像 那时候在国外 Puerto Rico吧 就在Puerto Rico 对 他是那个照片 波多里格 有 他在那边有拍一个 呃 全身就是一个很可爱 很漂亮的一个红色的洋装 然后有一个帽子 然后有红色的一个 那个口红 那 我觉得 嗯 很不错 因为我蛮喜欢红色 然后 同时 他就是 他的下面 就是 在Tinder上有一些东西 就是给你 呃 算是 字 字界 字界 结束 介绍 是我介绍 然后呢 他是 那些多 就是很多emoji就对了 就是那个小土 然后 其中一个emoji 就是一个taco 然后 我看到了 我就觉得说 一个台湾人 有写taco 是有点太 太怪了吧 还蛮莫名其妙 很特别 所以 因为 因为你要想说 墨西哥餐 墨西哥菜在台湾 其实是很少 很少会遇到 第一个 第二个是 更少人会喜欢去吃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女人 一定是有culture 一定有经验 一定有 敢去试吃 试做事情 所以 我会觉得说 好 那 you have my attention 所以我就是 刷 对 然后我们两个match之后呢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约我 就是约在Frank见面 对 那时候我当然想说 天哪 怎么会有男生 就是第一次约出去 是约在夜店 我真的觉得 Frank是一个 lounge bar 在ETT盯楼 那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不OK 但我还是去了 因为我觉得说 他会不会是诈骗 对 但想说 好像他约在公共场所 那就去吧 结果去到现场 他真的是他本人 反正后面中间的故事 我们就 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决定在一起 对 然后我还记得 经典的话 就是比如说 谁先说我爱你 我 对 谁先说我爱你 就是他 因为那天早上 我在他 我在他家过夜 对 然后过夜 然后隔天早上 我要出门了 出门之后呢 出门前 出门前 就是我刚刚想说 我要先走了 拜拜 这样子 然后我要 我到门口之后 我开了门 然后我走出去 我直接说 我没有特别的影响 因为我那时候 有一点 昏迷中 就是半睡 半醒 然后我就转分 然后就说 就是我爱你 就是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他直接 摔个门在文链上 我就听到之后 我就把门关起来 就直接摔掉 因为 大声到我醒了 因为其实 我爱你 这个词 I love you 这个词 可能也许在 华人的文化 会是比较 就是容易能够 说出口的东西 或在亚洲 我不确定 日韩那边 但在我们讲 就是以台湾来说 好了 我爱你这个词 可能是可以 很轻易的 就说出来的 比如说 有个女生 帮我朋友 帮我做一个忙 我就可以说 爱你 谢谢你 什么的 就是爱你这个词 很容易说出来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爱你这个词 是非常的 有深密的 有意思的 有意思 它很有意义 我不会很随便的 去说出来 要我说出 爱你这个词 很难 像是 有时候 有时候好 好朋友们 就是帮忙协助 那就说 谢谢你了 爱你哦 就是他们会很 随意的说这个词 那些朋友 可能跟他 没有那么的熟 我就没有办法说出 我也爱你 就是我会给他 一个微笑 那就会让他 看起来很尴尬 所以对我来说 我跟柯隆在一起 很久 我一直都很难 说出 I love you 这个词 就连我们正式成为 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也一直 迟迟很久 没有说出 I love you 因为我觉得这个词 我只对 我真的重视 真重的人 他真的能够走进 我心里面 我才能说出的人 对 但是我说 我意境看得出来 他也有同感 他就是不敢说而已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人会不会伤害我 而且他当下的时候 有蛮大的 沮丧 沮丧 因为我把门关上 我觉得天哪 我在做什么 因为我真的就把门关起来了 所以 因为正常来说 以国外 以西方文化来说 当一个人对你说 I love you的时候 你会会说 I love you too 你不会说 me too 就是他们外国人 非常重视 你有没有在讲 你有没有一起把 I love you 放在这个词里面 像柯隆 有时候跟我说 I love you 那我想要有时候 你说 跟他搞笑的时候 我就说 me too 他就说 ok 就是你要记得 如果你今天 跟外国人约会 他真的 对方 不论是男还是女 他对你说出了 I love you 这个词 如果你有一样的感觉 你就记得一样 会说 I love you too 千万不要说 me too 你说me too 会超尴尬 可能会让对方 会觉得说 ok 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所以大家要记得 I love you 这个词 我觉得你也不要 就是跟外国人 在约会的人 你们也不要 很随意的 说出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 带很多人来说 他可能是有 是一个commitment 就是一个承诺 对 所以你随随便便 对西方人说出 I love you 他可能会吓到 对 但他跟好姐妹说 love you 这种的又不一样了 我想是对你的伴侣 对你在约会 dating 或singing 或是hand out 这些人 你讲出 I love you 这个词 这个词是沉重的 他不像在亚洲 这样子很随性的 说出来 那后续的故事 就是我们决定在一起 然后克隆 因为签证的关系 他本来预计回美国 对 我们两个又是发现 这是我们的 不管所有的三观 还是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很契合 我们就不想要 让这个缘分就断掉 所以我们就决定 因为我当下的时候 已经是有预算要 已经要回美国 就再也不会回台湾 就差一点买机票而已 对 就差机票而已 东西已经收好了 已经打包了 然后当下跟他讲 然后就是 我们就很难过 当然就很难过 双方都很难过 他就是讲到哭 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在家叫Uber 然后他准备 就是他就很难过 所以他要去洗澡 稍微就是清理他自己 一下他的情绪 因为我们已经想说 差不多了 那差不多 那就是是不是就到这边结束了 对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好像last supper的样子 就是最后的晚餐 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吃完 桌上还有那个 面包 面包 就是那种保面包 那种铁丝袋 对 然后我就突发奇想 我想说 最后一个机会 最后一个机会 最后一个机会吧 然后呢 他就从浴室走出来 然后包着大毛巾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面包 我把那个面包全做成一个戒指 我自己单膝 跪下 我就开玩笑 跟他说 就是 你没有开玩笑 我心中是觉得说 我心中觉得说 那就赌一把吧 对 那就赌一把吧 那你多如果他拒绝我 那就是开开玩笑 对 那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是很冲动的诗子座吧 应该如果要讲扯心座 我就是很冲动的一个诗子 然后我就跪下来 然后说 那我们结婚吧 你说 will you marry me 对 我就说 will you marry me 哭得很稀里哈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 will you marry me 然后我看他一眼 I was like I was like what are you fucking doing 对 我还一开始 还一开始没有 帮我当认真 那我也觉得说 就是谈谈看这样子 反正之后 我们两个真的就 很认真的坐下来 去思考的每一切 因为毕竟这个 结婚并不是恶戏 结婚是一件 很 它是一件很人生重要的大事 你要跟这个人一辈子 那因为 因为我真的 我的就是过去的这个情路 让我非常坎坷 那柯隆他其实真的是 我心中所有 就是我梦想中的 所有的条件的一个人 因为其实在遇到他之前呢 我有写一个清单 就是心想事成的清单 可以给他们 你没有 心想事成的清单 他还有哪种值 清单上面就是写满 我想要的条件的人 对 对 然后我就是跟宇宙下订单 我就是显化小魔女 这样子 我就下了那个小订单 然后呢就是 柯隆真的就 他就出现了 他真的就出现了 每一条都 按照的那个步骤走 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人 所以我没有想过 我说我会跟一个 负面的人 在一起 所以柯隆唯一的 柯隆唯一的这个缺点 让我就是 我们发现我们有点 不太契合的地方 就是他有时候想法 是比较负面一点的 但没关系 因为这个 就是好像一个 magnet一样 对 它就是一个 You're like a polarized positive I'm just a polarized negative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地方 都非常的合 不论是在 很多事情的想法上面 金钱观 各种方面 我们都是非常的契合 姓氏也非常契合 所以我觉得 我遇到他了 我真的不想让他走 我真的不想让他走 所以我就放手一搏 然后就求婚了 这样子 然后 所以 所以我们登记 我们就 之后我们就是 他就是来我们家拜访 我爸妈 然后什么 我们就很快速的 就是 我们真的就是散婚 我们从认识到 在一起变男女朋友 是两个月 然后从在一起到结婚 就是登记 是两个月 那我们现在已经结婚 四年了 对 那我们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 其实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真的是越来越好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情的路 有点像是我们 因为我们一结婚之后 就马上遇到疫情 对 所以等于是收入 就大受打击 因为那时候 就变成是我一个人 去疫苗中心工作 就诊所这样子工作 这样 然后那时候 疫情又开始发生什么的 然后 因为他是艺人 又是健身 就是有在健身房教课 所以他的内政的收入 真的是有所影响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当然吵架是一定会的 因为我们 不是像正常男女朋友 就是会有前面的 独迷嫁的感觉 独迷嫁那个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是导欢了 我们是前面结婚之后 就开始有压力打 工作不停 然后没有休息 没有什么任何的请假 或者放假 没有出去玩 什么都没有 就是每一天连续七天 都在工作赚钱 而且那时候 我刚好我的身 我的身体健康状况 变得非常的不好 对 因为我就是 短短从半年以内 我就倒增了40公斤 我真的就是 对 很夸张的这个身体 就严重的这个 分泌 内分泌失调什么的 就垮掉 对就垮掉了 然后心情也不好 然后有一点 当然稍微有一点忧郁 所以可是那时候 克隆就是 我们真的是 慢慢一步步走过来 对 这样子 所以才到现在 所以我们感情 就是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已经把 我们之前 我们已经把最困难的 最不好的过去 这个过程 就是已经做过了 而且我们 很多时候吵架的时候 是觉得说 我们要把问题解决 我们不会是说 冷战 算了算了 道歉就好了 一切就结束了 我们想的是 就是 我们要维持这个家庭 对 对我们两个身上 有个刺青 那个刺青的是一个房子 因为我一直相信 我刚跟克隆在一起的时候 我刚结婚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 两个人的关系 就像一个房子 对 你就像一块地 然后我们的感情 建立起来是一栋房子 对 那那栋房子呢 如果当灯泡 坏掉了 灯泡就会是 感情中的问题 灯泡坏掉了 你会去修灯泡 还是搬出去那个家 对 你一定是把灯泡修好 所以我希望 我跟克隆之间的感情是 我们以后 每次出现问题 就会把灯泡修好 对 而不是离开这个家 所以我们就一直 我们两个就 把这个刺青刺在身上 对 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天啊太蠢了刺青 但我的刺青也是希望说 就是提醒着我们自己 那就算今天 未来我们分开好了 这个刺青也希望 他可以去 remind他的下一个伴侣 就是永远都要记得 你要去把问题 去修复好 而不是 总是想要离开这个感情 或者是 就比如说 在我的自己的部分 不一定是 未来的 伴那个伴侣嘛 亲女 就是对方 对我 就比如说我自己的情况 可能是 就比如说家人 可能是 自己的家庭的问题 是比较多 就是跟你的 兄弟姐妹 或是李爸爸妈妈 那 常常在那边 就是遇到很多问题 或是常常吵架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 一个reminder 一个体型 就会让你觉得说 就是尽量能做到的 去修改 或是改善这个问题 那你就是要做到的 你做不到成功 不一定是你的问题 你能做到的 你能做到 你最好的样子 那就是 你只能这样子 其他的未来 就是看其他的人 因为你要想说 感情需要两个人 不是一个 没错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两个 在这之中 是有很多的包容 因为我们两个 这件一期 在网上看到 也算一个一篇文章 就是在讲说 其实感情都不是 婚姻不是50加50 也不是所谓的 0.5加0.5等于1 永远都是要去互补 有时候我今天0.1 那对方就是0.4 有时候对方是0.2 我今天就是0.3 0.1 对方是0.9 对 sorry 不是我讲0.5 sorry 忘记了 对 但是是要一直去互补 永远都不会是一半一半 不可能正是一半一半 讲实在话好了 科隆在外面他的工作 他确实他赚的比较多 那我就会自动自发的 把家里面整理好 让他回到家 是有舒服的 我把家事做好 那如果像这一阵子 有一阵子 我因为设计游戏 我真的比较忙 我完全就是 没有办法做家事 就常常我在设计东西的时候 就会日夜颠倒 然后我在写东西 他就会这时候 就特别就是 把家里都顾好了 就会把东西都买回来 什么的 那像有时候 我比较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 我就帮他把便当煮好 我觉得 或是帮他把衣服洗好 或是有时候 我洗的时候 我忘记亮了 我睡着了 他就去把它弄好 我觉得夫妻关系 就算不是夫妻关系 情侣关系 永远都要记得 一定是互相 然后一定要尊重 对 我还有看过一篇 就是说 如果说就是 你跟你的伴侣去报备 你要去哪里 几点回家 这个绝对不是在问你的伴侣 你不是控制 我不是permission 我不是需要问到你的 我不是要经过你的同意 而是我是尊重你 对 尊重跟信任 还有包容 这个绝对是 一段感情中 最重要的三个 最基础的foundation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啊 那像有些人 就还有人问说 我们有没有想要baby 有小宝宝的计划吗 呃 有 是有 我们是有 对那 我们没有baby 但是有计划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baby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 我们也没有生 我们现在就是只有三个毛孩而已 对 我们 那我们有计划 可是计划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所以呢 我们自己预计 三年至五年内一定会有小孩 对 但是也许他今天突然明天 下个月我就中了 我们也不好说 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好讨论 但是我们 我期望的是两个女生 但他期望的是两个男生 不一定要有两个男生 但是 女生对我来说 有点恐惧感 因为他做太多坏事 因为我之前都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事 所以有点不想要生女生 因为 你想象自己的女儿baby 对 就是我想知道 就是我都会想到 我自己 单身的时候 的样子 所以 对啊 我觉得也有个观念很重要 就是如果有生男 生女儿 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先说一下 我不是渣男那种的 我是很尊重 不管是谁 不管什么情况下 情况下 我只是有尊重 有礼貌 柯隆他真的是一个 很礼貌的人 因为我还记得 我们第一天晚上 约会的时候 柯隆跟我讲话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都是 看着我的眼睛在讲话 他也没有乱摸 他就是很认真的 都听着我讲话 而且柯隆的问题 他问的都是很深 他比如说 他问我说 What do you like to do? 你喜欢做什么? 我就说 I like reading 我喜欢 scoop diving 我喜欢游泳 他就问说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些事情 对 为什么 他会去问很后面的原因 为什么你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那我还想要讲一点 就是我希望就是 有生女儿的男 爸爸 妈妈们 我觉得 你们一定要好好 疼疼你们的女儿 因为你们要一定 身为爸爸 你们最重要的榜样 就是你们要让他知道 什么才叫做是好的男人 所以他才不 你带他去环游世界 你带他送给他很好的礼物 你护养他 不是给他所有的物质 而是尽可能的去 让他看看这个世界 所以他以后才不会 一个男生送给他小小的东西 就是会觉得 哇 好浪漫 好厉害 我就是 疼得好像是要公主一样子 对 就是哇 这个男生对我好好 但他可能是渣男 对 对 你女儿就会伤心 所以记得爸爸们 raise the bar 爸爸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你的那个 你一定要 真的要把你的那个 那个资格 拉得很高 真的 真的一定要拉很高 所以你的女儿 才会找到一个值得 他疼爱一生的人 对 所以爸爸们 你们的角色很重要 生小孩绝对不是 只有妈妈的问题 对 生小孩绝对不是只有老婆 爸爸其实更重要 爸爸你们不论是在对男孩 对男孩来说 立一个男人的榜样 还是对女儿来说 立一个未来老公的榜样 这个都很重要 嗯 没错 对 那再来就是 两人的文化差异 我们是如何克服的 像比如说我们就是 之前我们有人说 我喜欢喝乐 我喜欢喝热汤 你喜欢喝冰的 那我们出去吃饭会吵架吗 No Why 不会 其实 我就是因为在台湾方便 因为台湾很多店其实都会有卖饮料 然后又卖汤 什么都有卖 所以这方便 可是我们在国外也还好 对啊 在国外也没有遇过这问题 对啊 有那个什么 那个加油站 我们在美国的加油站 就是好像你们的7-10 但是是 好像潮市场跟7-10 混在一起 是超级大 什么宣传都有 所以你要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找到 我还是可以喝到汤 我还是可以喝到热汤 什么的 所以没有 那文化的差异 我觉得 还是会去克服 我觉得就算不是文化的差异 就像我们之前前几集 也有提到 就是 有没有透明 透明是第一点 再来就是我觉得 就算是一样的人 一样米一样百样人 我们就算今天 我是跟另外一个台湾人在一起 人种 我们 对 就算今天是跟另外一个台湾人在一起 我们 我们长大的那个背景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家庭的这个背景 通通都会让我们 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不会去刻意的 觉得说是文化 对 我就觉得 我就是跟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不同的人 要想开 就是要 应该说就是包容吧 他一定有他的文化 那我一定有我的文化 那我不会 那个不是一个理由去针对 或是去 故意的去 硬要 逼别人 或是 逼别人去做 你想要他们做的事情 你要去想开 觉得说 我自己的文化 好 是我自己的身上 是没有错 那 我要不要去 分享给我的对方 是一回事 要逼他们做 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能不能接受就对了 对啊 而且如果 就是觉得要找到 中间的平衡点 我们很少 真的会因为文化 这件事情吵架 大多都是 没有吵过 对 我们真的没有 我们没有因为文化吵架 因为我不会觉得 我不会 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 所以我 听到他这样子 因为这样的文化 做了这件事情 我不会觉得说 靠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会觉得说 原来是这样子 我就学到了 那他也会学到 譬如说像是 筷子好了 克隆可能就会 不小心拿着筷子 讲话 我去看说 不行 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那他也不会说 靠 为什么不行 这样做 他就说 他会去 我们会去试着了解 这个文化的背后的意义 是什么 对 然后去做体量 这样子去了解 去做包容 去做学习 沟通 对沟通 我觉得最大的重点 就是 就是以他这个一个人 不要管人种 不要管文化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跟我在不同背景长大的人 那他不同背景长大的人 一定会有不同 我连就是我跟我好姐妹们 或是跟我的好朋友们 我们一样会有不同的想法 一样会有不同的出路 那我们他也都是 我们大家都台湾人 对 所以我觉得包容这个东西 就像回到刚刚最一开始说的 包容这件事情很重要 包容理解尊重相信 这个很重要 对 再来我们有人问说 想问问就是亚洲男朋友 和外国男朋友的不同之处 亚洲男朋友跟外国男朋友的 不同之处 我得说 我没有交过亚洲男朋友 我也没有交过 你有交过亚洲女朋友 对你现在还是 你都是亚洲 男朋友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说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浪漫吧 我拿送花这件事情来讲好了 我的每一任的男朋友们 都还蛮喜欢送我花 因为我很喜欢花 我非常喜欢花 那每一任都会送我 那送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可能送到 像你是送到办公室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在外面聚会 送过花这样子 那同事啊 或是朋友们都觉得 哇好好哦 或是我家人 我姐妹们 都会说好好哦 对 就是很羡慕 女人嘛 一生中总是还是想收到花 谁不喜欢花 花漂亮啊 可是 我不是说台湾男生 我不是说所有 但是很多的男生会觉得说 送花干嘛 花会哭掉 为什么不把那个钱拿去买 在更实际的地方 那去送你一个更好的理由 带你去吃一顿好吃的 但有时候就是生活中的 这些小浪漫 他能够 生活就像一碗汤 对 你去蹲这碗汤 你需要加很多的杏香料 才能把这碗汤煮的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生活中的小浪漫 他就是在这碗汤里面 加一点香料 让你才会让这碗汤 变得更有层次 更有丰富 所以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听到的 我觉得是浪漫吧 我觉得浪漫的这个 才有更大的差别吧 就是亚洲男生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但是欧美男生可能比较浪漫 就是让你开心 这样子 出发点不同吧 我觉得 我觉得出发点比较不同 女生的部分 因为我只能讲我自己的经验 所以有点不太 反正欧美是想要 不能管多 不能管多 就是不能管多 也不能问多 就是他们想要干嘛 或是做什么 就是这样子 就是通常 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 就是你过头 在那个线上 他们就是会有反应 比如说你去哪里 你干嘛问 不关你的事 如果这样讲的话 应该是说 我不能说是亚洲 我应该说台湾 不能说亚洲 因为亚洲太大了吧 亚洲连印度都算亚洲 对 就比如说我们彼此 其实有那个APP 那个APP APP 就是那个APP 就是有那个 可以知道对方在哪里 然后 这个很多人都听到 或是知道我们有这个东西 尤其是欧美的朋友 都会问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这有点 对我们两个 算是变态 他们会这样子说 有一个APP 它是要付费的APP 然后那个APP 它是可以知道 对方的位置在哪里的 对 就是有一个GPS就对了 对 然后对方什么时候抵达 然后连对方骑着车速 什么的我都知道 对 但这个东西不是让我们去查清的 而是我可以知道 它在哪里 像柯隆出车祸的时候 那APP其实会通知我 那APP会跟我说 柯隆他出车祸 他会说 他就直接显示在 那个手机上面说 APP 就是柯隆 Tony has had a car crash 他有说 他会说 就连我们上次去中天录影 录小明星的时候 那一次我们不是也出车祸 我记得 对 然后杜利他们还来帮我们 那一次 那一次他APP上面有显示 我们两个一起出车祸 他是会显示他 我们出车祸的 对 所以对我来说 是他是可以让我知道 柯隆的安不安全 有没有抵达的 因为常车祸 但我觉得说 我不是为了要去查他的情 因为我是百分之百相信他 我觉得男人会劈腿 就是会劈腿 我再怎么查情 再去怎么调记录 再去怎么尖看他的手机 他会劈腿 他就是会劈腿 你有100种方法对你 他都有101种方式去对付你 他要劈腿 他就是会劈腿 你要乱想 反正你没有用 反正他就是 不管是谁 有想要 就是会找方式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很多人都会要女人 不要乱想 我觉得有时候 一个巴掌打不响 你要女人不要乱想 那你就不要去做一些 会让人误会的事情 会让人误会的事情 对女生为什么会误会 那就是因为乱做一些 危险极限的 对你没有办法去拒绝 比如说你有很多女生朋友 你有很多 或是你有很多异性朋友 我们不要单纸 有时候感情是双方的 你不能就是 或者比如说你出去 然后女生就是随时跟你要LINE 或者跟你电话 或者什么 就是 你就给出去 你就随便去给 没有一个定义 他们就是要你就给 我会觉得说 你对我来说 就是通常如果说 不管是男的女的 尤其是女生 就是如果说在外面 有被要我的电话 或是LINE 我会先问why 为什么要 不是说为什么 就是通常我的问法 就是比如说 请问你有什么工作要给我吗 或是是我们要计划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有什么合作的机会吗 他们如果说 脸变成很尴尬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 通常这个意思就是 他们就是想要交 你的LINE 对就是加我的LINE 就是想要去有机会约会就对了 那如果说他们说 可能看他们怎么说 就是有 对我们要合作 就是因为人会说谎 所以这个你要去抓到 那个感觉是不是真的或是假的 所以我也是会看他们怎么回我 那男生也是 就是男生就是如果说要加LINE 我也不是随便去给 我只是看他们的定义 他们的要求是 为什么要加你的LINE 对原因是什么 那对我来说这个东西 只是很尊重你的对方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 对啊 就是很尊重啊 同时就是为什么这个APP 也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他要出去玩 跟他的那个姐妹们 或者是他要出去吃饭 或是喝酒什么的 那我有这个APP 我可以确认 如果说他这样有喝多 或者就是比如说 他忙没有看手机的话 这样子对我来说 我可以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他是不是安全的 有没有安全 所以一方万一真的有事的话 我至少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然后我可以联络他身边的朋友 或是他附近的人 我知道住在那里 可以去稍微观察一下 或者可以去观他 或是去稍微看一下 我不OK 我是希望说大家不要说 听了之后就是说 好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每一对情侣 都有他们自己的适合相处的方式 那我们两个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 找到这样子的平衡 那我们两个也愿意去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彼此 所以是不用觉得说 要让别人觉得很怎么样 就是觉得自己男朋友怎么样 如果说你不要的话 也不用学我们 这是我们自己彼此的习惯 跟我们做的方式 就是我们喜欢 OK 好那一下有些人问说 国外好像有一些300公斤400公斤的 甚至无法走路的人 却还是可以交到男女朋友 很好奇是价值观 还是风景上有差异 这个 我觉得有些可能 有这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有些在一起 可能在之前就已经是瘦瘦的吧 对 有这个原因 然后一起慢慢变胖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对你刚刚说的 就是刚开始 他们原本就是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是一起胖 然后过胖 就是你要想说 有三四百公斤的样子 这个不是随便的人就可以得到 这个不是随便 就是你外面去吃 你会真的变成那么的胖 那么的大 那个是要基因影响 真的 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 反正 但是就比如说 通常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是有两个人就是彼此在一起 然后一个可能是过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觉得说 就是反正 就是好像是我扁成你的 那个保姆吗 可以怎么说吗 就是你的你的保姆 或者你得照顾你 你照顾你的人 那他们就是变成 算是老女男朋友 或者是老夫妻 长期长期在一起 长期的对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在美国 在应该是说不只是美国 就是全球 现在有一点 有一个fetish 一个fetish怎么说 一个批号吧 就是他们特别的嗜好 他们特别喜欢 比较大尺寸的人 对所以 尤其是现在你可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但是反正 有一些女生 他们真的是会 故意的吃胖 吃很胖 然后去找男生 去被干 因为那些男生就是很喜欢 肉肉胖胖 非常肉多的女生 就是他们的fetish 就是喜欢那么多 那么肥的女生 那他们就是喜欢 那你喜欢就这样子 就是反正你开心就好 但是对 这个另外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我想不到 对 但是这两个是 我知道为什么 所以也不算是风情 应该是就是 当然价值观跟风情 还是很难多少差一点 有多少有一点影响 因为亚洲因为 可能因为寒流跟哈日的关系 所以都喜欢比较千细苗条 加上现在好莱坞 跟Model这些 都是走苗条系列 所以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点影响 对就是那边的文化 那再来就是 我们有人问说职场的部分 想请问大学毕业后 是决定要走什么样的路 看不到的眼前的道路 总是很心慌 我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 我自己的话是 我算幸运啦 我大概在15 国中的时候 做那个信箱测验 那时候 我就想当护理师了 那时候我就想要了 所以我就去了 但是 因为台湾的职场真的是 台湾的护理行业 医疗行业 真的是太不尊重 医疗人员了 真的太不尊重了 希望就是 政府看到也可能 正视这个资讯 因为我觉得太不快乐了 就是高压的环境 然后低薪 所以我还是决定 就离开了 对 然后现在是做很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时间也较更有弹性了 对 那我觉得 看不到眼前路是一定的 因为毕竟人生 其实很漫长 我也不用 我也觉得 鼓励那些 很迷茫的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 一步步慢慢来 没有关系 我自己到现在30岁 我还是很迷茫 我会觉得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 很多人 可能到四五十岁 才找到他们 真的想要做什么 对 我觉得 听你的心最重要 我会觉得说 千万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 就是 不要只是为了拼一个学历 因为学历真的不是 没有用 学历真的 真的 我跟讲出社会 学历对是有帮助 真的有帮助 你可能高学历 你进去百大行业 是有帮助的 但如果你的目标 并不是要进百大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而且 好 你说你要去考执照 你要去考什么 我觉得其实 把这些钱 你拿来学一个外语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外语很重要 第二语言 你要把它变得流利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 你有很多技能 可是呢 你可能薪水 还是比不上一个 会第二外语的人 我不是说一定要英语 你可以日语 可以韩语 可以 各种语言 那些语言 可以带你去到 不同的地方 像 你可以去考导游 你甚至可以去 你可以去 当翻译 这些价格都很高 所以我觉得 各位很迷茫的学生 我觉得不用担心 因为你一定在你自己的 时间跟路上 对 你在你的 你在你的 在你的时间上面 就是我之前 有在看了一篇文章 就说 欧巴马 50岁就当上总统了 那个是 川普 他70岁来当上总统 那有些人 可能20岁当上CEO 可是有些人 可能60岁来当上CEO 就是每个人 都在他每个人 自己的失去里面 我希望这些 很迷惘的大家 就是 不用担心 我觉得人生自然 会找到一个 对的道路 让你出来 让你去 学习 那我觉得就好好珍惜 这一条路上 所有遇到的 所有的一切的问题 因为这些都会让你 能够变成一个 更丰富的人 对 那 不要放弃 对 那也不要心 我心慌是一定的 我也会心慌 我现在都 已经30期 我还是觉得很 30 对 30 对 那 我还是很心慌啊 我还是会啊 我身边也有些好几个 已经40岁的人 也都是觉得说 很心慌 到底 在干嘛 在干嘛 我们的人生在干嘛 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 就是一步步慢慢来 你就 踏好 你的脚慢慢走 对 抬起头来 我觉得人生一定会带到你 走去你 最适合你的那条道路上面 只要就是昂首 但你要愿意做 你要愿意试 对 那也不要 不要怕吃苦啦 我觉得 也不要怕失败 对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吃苦 Don't be afraid to fail 一定要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 真的 应该不是说 失败成功之母 我们不要这种想法 不要觉得说 失败是一定的 而是 你要把每一次的失败 当作是一个经验 不要觉得它是失败 而是它是一个经验 只有经验 才能让你变得更丰富 跌倒7次 起来吧吃 没错 那再来就是一个问题 想知道外国人来台湾 是怎么找工作的 好问题哦 对啊 你在台湾 找工作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雇主会问一堆 有的没有的 没有遇到什么 其实我遇到的外国人 其实你们可能都误会说 外国人很好容易找工作 其实没有 其实外国人很多时候很麻烦 会卡在签证 或是还有个东西就是 外国人来台湾工作 那个雇主是要缴 英文 不是是要缴7%的税 是不是还是 N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不是他们要缴一个东西 就是两倍啊 就是你要 你要聘请外国人 你需要付一个费用 而且是 那个费用不低哦 对啊 那个费用不低 第一个是外国人 就比如说 我是一个外国人在台湾 我有一个居留站 可以合法的工作 第一个 不管是什么公司 不管是什么工作 我们有一个底薪 好像是10万5或是10万7起跳 所以那个公司要愿意付这么的 就是这个 就是没有抵御这个钱就对了 第二个是我们的税比台湾 台湾人做了两倍 有一个自己台湾的税 然后也是有酬劳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 要酬成那个税 那第三台湾的那个公司 要付老健保跟保险 还有我们都是要去 要求那个公司 他们必须要去付那个签证 那个工作许可 所以其实是要付很多 那你要想说 很多台湾的公司 有这么多台湾人去做这个 就是有去apply这个工作 这份工作 那有这些外国人 也是要同样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想要 就会说我是CEO 我请一个台湾人只要3万块 可是请一个外国人 就是七八万 七八万 那我就不要了 对就是一个台湾人就对了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 在台湾的外国人 很多人觉得说是外师的原因 是因为真的是来台湾找工作 其实不容易 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英文呢 而且我想的是不只台湾人 不是只有欧美 而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很多也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到处找工作会碰壁 因为我确实之前有遇过 马来西亚的人要找工作 马来西亚的朋友要找工作 他就是很简单 对他来说 他说真的很困难这样子 那而且 而且那个什么东西啊 你们会 找工作困难就是 你们还要卡在签证 因为你不是有好几个朋友 会因为公司没有帮你弄好签证 如果他被很临时的说踢出去台湾 就再也不能回来 对啊 他们就是反正 很多 我不会说谁 但是也不会说哪一种公司 但是反正就是 到时时间到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自己去注意到 公司也不会通知到你 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方万一有碰到事情 公司也不关你 他们就觉得说反正不关我的事 你自己要去处理就对了 那这样子就被出去之后 就是你自己也不是被发钱 你也是有放在黑名单 那你就完了 就是要自己去 自己去加油啊 自己找自己的路啊 那就算了 你还有自己开自己的银行的账号 这个多难 在台湾一个外国人要去开 银行的账号 很多银行都不开给 its impossible 你要开一个账号就算了 有信用卡 是真的是 很难 真的无法 因为你们可能会跑走 所以不想开给你们 对啊 就是你要跑走啊 就趴跑走啊 对那再下一个问题是有人 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去中国玩 我们真的很想去 尤其是我真的很喜欢 一些中国的历史 所以我很想要去北京啊 我想去紫禁城 我想去江苏 很多地方我都想去 无家界什么的 张家界 不是无家界 张家界 我都很想去 但是因为呢 因为政党的关系 不是政党 不是这样讲 应该是说 因为我们担心说 柯隆他是一个外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他有朋友去 然后就被拦下来了 对就是有遇到很多麻烦就对了 然后他们不是说 我不是因为有听到 我是有亲朋友 对他自己的朋友 有遇到 真的是有遇到 有跟我讲 就是最好就是要去的话 要稍微 就是你最好还是要被 比如说你去那边旅游 或是有那边有工作 有可能是要被亲过去就对了 对对对 去才比较好 不然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很想去 我们真的很喜欢 而且常常看到那个吃播 我真的都好想吃 真的是常常半夜在那边刷那个吃播 真的是看起来不错 对中国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有很多历史的地方 会让我们去 而且很多亚洲地方 我们也很想要去 对啊 我也很想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对啊 对那 今年的旅游计划就是 我们确实还蛮想要去澳洲的 对应该是我想要带克隆 去看看澳洲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澳洲的 很多的生活习惯啊 这个健身的习惯 都比美国好的比较多一点点 美国当然也有 美国当然也是非常的盛行 这个运动的这个风潮 但我觉得相较起来 我觉得澳洲的这个 这种lifestyle 我觉得是克隆会比较喜欢 所以我们两个有计划 想要去澳洲玩 对 这样子 那或是去 再回美国吧 因为我们两个 但那个不是旅游 那个就算是一个 回家 对 旅游潮带给我们什么想法呢 就是很多人都出国 最近很多人出国 我觉得这可以说一下 因为呢 我觉得台湾的很多的饭店 都太贵了 你看我朋友他们去泰国 机票 然后家那边住宿 家那边晚一个礼拜 可能不过才 不到一万 不到两万 不到一万五 可是台湾很多饭店 一个晚上就要 一万 两万 这真的是过分 我觉得这有点过分 所以我觉得台湾 如果想要再促进这个经济 促进这旅游 我觉得这个房 这个 要稍微合理一点 对 然后或是比如说什么 不要为了挖钱 水果一包 要八百 七百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能太过分 对 我觉得 不然你要想说 做生意可以居住 我们不挡人财路 但是你要合理化 就不要抱怨 所有的客户都跑走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人问语言 怎么练习口说 有听过建议找外国朋友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找 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 我觉得其实去 这个请教 那是给你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 夜店 酒吧 夜店可能是比较不适合 因为听不到 对了 应该说酒吧 酒吧或是lunch bar 或是说 比如说 餐厅 对 也不是餐厅 因为餐厅很多来吃饭 或是像比如说 pool party 我觉得这些地方都很多 只要你愿意讲的 看 你不要害羞 你不要太诡异 你其实去跟他们做朋友 拍个照什么 大家一起玩得很high 我觉得这是可以认识的 对 你也不要说完全没有 基础的 就去找别人说话 因为你会听不懂 对方讲什么 对 外国人很多都问说 Hey 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这样what's your name 然后稍微打个招呼 这样子 you come here alone 这样子你一个人来吗 是你还是你有朋友 一起来玩 一起join 其实外国人都说 来来一起加入啊 来join us 什么的 或是比如说 看到有人现在玩 beer pong或是或是可能是cup flip 就是随便 就很多游戏 对只要在poor party 或是各种的party上面 你有机会遇到外国人 你真的想要认识人的话 你可以去打招呼 但你不要秉持就是 我想跟他约会 或是就是秉持着 我们大家今天交朋友的这个心情 去认识那些外国人 那有些人问说 有没有偏门 比较实用的做法 就是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这个也可以啊 对 偏门 就是比较 简单方式 比较short cut 对或是有没有比较简单 像比如说 有些人就说 你要让那个语言变好 你就是去交那个男朋友 或女朋友 不一定 我觉得真的不一定 因为像你看 假如说我今天中文 我今天英文不好的话 柯隆他中文那么好 我也不需要讲英文啦 我跟柯隆是可以用全中文沟通的 我们也可以用全英文沟通 是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不会英文的人的话 柯隆是可以跟我沟通的 对啊 对他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语言交道伴侣 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方法啦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可靠 对他不可靠 而且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你赔上的是你的青春 你的年花 你的爱意 你的心 因为你 你跟这个人不会沟通 可是你却爱上他 对 这样子对双方都是痛苦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上交友软体啊 或是有些人问什么特定的bar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maybe可以试试看triangle triangle或是one thousand one 但是你们拜托 请一定要有礼貌 不要很怪 你不要 不要去在乎人种 语言只是一个 一个形式而已 南部也是有那个气筋 气筋的 海滩bar 海滩 对那些东西 对 气筋的那个 对 气筋高雄基金那边 我觉得可以 你就是秉持交朋友 就是你不要把对方当成是外国人 语言真的只是一个形式 Frank也OK啊 对 语言真的是一个形式 你就是去跟对方聊天 不要太诡异就好了 你希望别人怎么 怎么靠近你 你就怎么去靠近别人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有些人说 谢谢 谢谢 你们好可爱 CCR得来不易 所以要永远好好的 对 然后希望 克隆能够赶快好起来 快了快了快了 我快了 他其实很像金刚狼 他好超怪 他的那个脚其实是被削掉 脚跟手都是被削掉一块肉 对 但他复远的非常好 对 非常的快 谢谢你帮我 对 然后 我还要 对 我觉得 有些人说 CCR真的很不容易 是真的不容易 那也希望 所有也是 在 异国恋情的所有人 就是要记得 永远都要是 很多的包容 对 很多的包容 跟理解 跟支持 跟信任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尊重 我觉得尊重这件事情 真的是 不论在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尊重这两个 只是非常重要的 哈喽 我是新听众 觉得你们相处好可爱 好舒适 继续加油 我会支持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没有问题 但觉得Zoe好可爱 谢谢你们 如果你是Zoe的粉丝 请你在这个 这一集留言 然后就说 我好喜欢Zoe 然后帮我按赞 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说 他的粉丝不多 但是我觉得 他的粉丝比我的还多 没有了 他很没有自信 在这个部分 拜托你们秀一下 因为我遇过他都算命 我觉得很可怕 你就是 你帮他支持 谢谢你们 我觉得算命 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文化 算命就是小粉 一定会有人支持我 不用担心 虽然说黑粉 才能让我更强大 但是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又被陌生人骂 好了 就不用问他了 再下一个是 没有问题 但是想要表达你们 太可爱 太real了 超喜欢 继续加油 谢谢你们 我们会继续保持下去的 保持我们最真实的一面 对 然后也回答大家 喜欢的问题 这样子 然后再有人会说 我们有一集在讲说 外国人 这个东西 等于是歧视 其实我们要表达的 不是歧视这件事情 而且下面很多人留言 会一直讲说 什么 玻璃心的一个老外 这样 或是说什么 这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想说 我们讲的不是歧视 我们讲要表达的 不是歧视这个问题 而是这个东西 会让人不舒服 对啊 它是会让人不舒服 而且不要再说 是不是只有柯隆一个人 而是他身边众多的好友 我们就不止名道姓 但你看他身边 有哪些外国朋友 你去他Facebook IG 找那一些人 他的好友最终之后 是外国人的 我跟你说 通通都是 通通都是这么觉得说 这个东西 是让他们不舒服 但他们已经习惯了 就算了 对他们就觉得说算了 反正改不了了 算了改不了了 但是 柯隆录那一集 我们当然也是就是说说 我们并不是要表达 就是靠台湾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是 这个东西 我知道大家很好奇 我们知道大家很 觉得很新奇 但其实 不用到一直只说 就是 外国人呢 甚至我们还会遇到 真的会有人跟我们说 Hi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啊 这个其实我们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或是有时候小朋友 爸爸妈妈会在路上 一直撞小朋友 说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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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是不要那么 可是因为其实你 根本不知道对方 是不是根本 你不能因为他是外国人 他如果他是法国人呢 他如果是中东人呢 就是你 对 对就是 你要想说好 我今天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 你的本人 不在台湾 你今天本人 就是比如说在美国 美国 或者是欧洲 在欧洲 然后每一个人看到你说 哎 你要不要白饭 要不要吃面条 就 Do you understand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 很故意的去 吊难你的样子 就是很故意的去 要求 或者去表现 就是 要不要吃亚洲菜 Do you want some dumplings Are you hungry for some dumplings Hey 你好你好 这是你 到时候你会觉得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你干什么啊 那些能够表达出理解的 那些comment 那些留言 都是说 他们在国外有遇到 其实是不舒服的 对啊 就我们只想表达 然后在下面 还有些留言说什么 这是只有在台 只有在南部才会发生的吧 台北才不会发生吧 not true 不管是不是 true 不要占南北 大家都同一个台 大家都是同一个岛 就是没有必要 我们都是人 而且我为什么要说 南部一定发生 没有啊 不见得啊 其实 要简单的去讲 到处都有发生 我们简单的讲 好不好 我们两个 好 把我的脸盖过 我们两个都是人 对啊 我也有红 我的鞋的颜色是红色 对啊 我也有骨头 我有内脏 对啊 我有心跟脑 所以我有嘴巴 我也有办法 可以跟你沟通 你不要因为 我长得怎么样 就故意的 要去把我变成 你的心里的一种的 想法的人 要怎么样去接触到我 你就是把我当成 就比如说 你要怎么去跟你的亲友 去打招呼 或是去说hello 那你就是这样子说hello 就是 Hi how are you doing Welcome to Taiwan 不是 Hey 老外老外 你看你看你看 老外耶 Hi how are you 应该是这个东西是让人不舒服 而不是我们不是要表达 我们要表达的不是歧视 而是这样的行为是让人不舒服 也不是所谓的玻璃心 对 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 是会让 真的会让 真常一点 会不舒服 而且有些人讲说什么的 外老什么的 人家也会不舒服 只是不想多说什么而已 他就来台湾 人家就来台湾工作而已 就是不舒服 所以我们这边指的外国人 已经不是局限在于只有 欧美白人了 对啊 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外国人 就是也是包含泰国 而且除非你今天是原住民 妈的音乐是老外 好不好 对啊 我们都是 对啊 除非你今天是原住民之外 你也不是真正的台湾人啊 对 好 那这下一个是 台湾不租屋给外国人 是因为 我们的私生活 外国人的私生活很乱吗 再次 我们就是台湾的房东 不喜欢租屋给外国人 是因为他们私生活很乱吗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那个可能是唯一一个 他们就是可能有遇到或是听到他们旁边的所有的或是其他的房东的朋友们有跟他们讲 就是之前有租过给外国人 然后他们用的很乱七八糟 你也是有经验过 对啊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就是你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银行的那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不给那个信用卡或是办一个账号 他们会觉得说要跑掉或是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同时台湾人也可以做得到不是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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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会觉得说 所以你就是因为你怕 那如果我今天有工作 那我今天也是有一个 就是我有居留站或是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在台湾 稳定的在台湾这么的久 我只是找一个地方去住下来 那我们就是和平的去做可以吗 对啊 就是不要因为我是外国人 外国人 对啊 就是尊重 去稍微沟通一下可以吗 因为毕竟这个议题还是比较敏感 那我们也是真的是把我们的意见说出来 还是希望多一点包容吧 我觉得网络上有些酸民 我觉得你们可以不要用一己之见去评断所有的事情 就像一本书 Don't judge a book by cover And be willing to learn 对愿意去学习 你要去学习多元的包容性 这个连小学都在教了 多元包容性这个东西 对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在网上看到什么农场文章 或觉得怎么样 或是看到什么 就觉得是对的 因为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有非常的多面化 多不同的角度 对 那我觉得可以多旅游去扩展自己的眼界 多交朋友扩展自己的眼界 这个都很重要 对有眼界的人 就是才能走了长远 也能够认识更多的人 这样自己能够学习到很多 是 那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QA能够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对 那我们这集长得比较长 那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喜欢我们 支持我们下去 我们会越做越好的 作为粉丝 摆脱留言 跟他支持 谢谢你们 那这一集的话 大家听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留言告诉我们 都可以来IG跟我们回答 告诉我们 那也记得帮我们在Apple Podcast上面 或是Spotify上面 按五颗星赞 帮我们留言 帮我们留言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下一季再见咯 再见咯 拜拜 谢谢你们拜拜